哎 你去看病去了 他你看 假如外地人来 他也穿破破烂烂的 哎呦 兄弟 你什么病啊 哎呀 我有这病 我这不是来复诊了吗 哎呦 这里头奶奶那个大夫挺好 你找他去吧 你让他说的一找 那大夫没上班 出来一看 没在这 那不要紧 什么呢 那个大夫 虽然不在这上班 这两天在哪哪哪哪的 他就领着你到那地方 又开药又折腾什么的 骗你不少钱 像这样不少的一托 跟医院里边都有内外勾结 所以现在不少呢 打进一托的方式呢 你得首先从医院内部 因为现在来看 你比方说领你到另外一个医院 你本能的你就奔这个大医院来的 你不会相信那些中小医院 就再便宜咱得治病啊这是 所以有的时候呢 往往外头这些中小医院 就打着大医院分部的名义 或者大医院你冲哪个大夫来 说这大夫今天不在这就诊 在另一个地方就诊 给你领过去 往往那个大夫名字 也叫这边这个名 但是不是那个人 或者就是医院的人 他出去走学去 所以现在呢 这种一托方式是与事俱进的 不再像过去呢 是就给你到一个不相识的地方 不相干的地方 不是那样的 往往这时候这一托 整个试骗行为 是医院里头跟外头勾结 犹疑可恨 有医可恨 拥医可耻 而那些所谓的医托 更让人深恶痛绝 如果你去看病 有同病相连者向你苦口婆心的推荐 专家门诊 而且不会收你任何推荐费 你会动心吗 如果你动了心 你就可能踏入别人设计好的陷阱里 这些所谓的同病相连者 就是人们常说的 医托 他们通常以三寸不烂之舌 将病人骗到各个步伐行医点 只要骗来病人 就能赚得丰厚的提成 比起那些让人深恶痛绝的依托 那些乘人之危 昧着良心在病人身上 骗钱骗命的骗子 就更是恶不赦了 那么像这个现象呢 我不用多说 咱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很多人都会很了解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社会呢 有的时候这个非常复杂 有的人他很坏 他设计一些特别精妙的骗局 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沉着冷静 而且多了解了解 他这个骗术的类型 我下不给大伙说两例 跟医疗有关的这种骗术 设计的都很精妙 当然我们说天网恢恢 说而不漏 你设计再精妙这种骗术 也早晚有被撞破那一天 我们节目当中 把这个骗术介绍给大家 就是希望咱们老百姓啊 不要受这些骗子的蛊惑 自己的血汗钱 不能那么轻易 比方说我举这头一个例子啊 这个城市里头 比方有个老太太姓李 这李老太太呢 退休能有个十六年了 六十多岁了 这老太太在这个小区里边啊 溜达 这个时候呢 就过来一个跟她宋差不多的老太太 一看那是个外地的 哎呀这大姐啊 跟你打听点事吧 啥事 说就你们这附近呢 有个神医 哎呀 治白殿风痴 那个好啊 而且那是能掐会算的 这还会算命的 说这叫什么呢 说那神医姓李 都管这李大师 老太太跟我还一个姓 我没听说过有这么个李大师 俩儿正这么 有一大不一大聊天的时候 旁边过了个中年妇女 哎 你说谁 李大师是不是挺长胡的 得有八十多岁了 我知道我知道 他家就在小区外头那栋楼 我领你过去吧 那李大师算挂还好 可怜了 看病看白殿风看最好了 说这大姐你看你呆 没事咱一块过去 这老太太当时心里的也一动 行骗者最爱用的方法 就是那些所谓的特效药 心药或祖传秘方 往往是抓住了患者 久病难遇的心理弱点 更有甚者还打着 能消灾免货的擦边球 一步一步把你带进 他们精心设计好的骗局里 怎么行 我这个大儿子有点白殿风 不严重 脸上这一块 我还真不知道跟前有这么大事 跟着过去看看去吧 三个女人一台戏 三个女人走着一道就聊天 这外地来这个 老年妇女就说了 哎呀 我我那个儿子呀 这白殿风可严重了 也不怎么的 我那小孙子也有点 你说这要遗传可咋整啊 我得去赶紧给看看去 在这两年我们家也不顺 你说这我儿媳妇做蛮蛮 这赔的 你前两天出门 这做别的蛮蛮 一切赔不少 赔好几万呢 就跟他聊这个事 这你看这个老年妇女 他没事在一块沟通交流 也愿意说说这个事 那李老太就说 哎呦 我家也不省心 我那大儿子呀 这脸上这块也有一块 但是 以前看过说不严重 反正他这个工作 也没工作看病啊 说干啥 干醒醒的 哎呦 我觉得挺危险的 天天在公安局 怎么怎么的 就这么着 仨人一到这聊着天 走到那个小区 一个移动楼的门口 刚要往进走 门口里出了一个人 一个中年男子 哎 这边这中年妇女一看到 哎哎哎 你你 你谁 老李 说什么老李 这位就是那李大师的儿子 看着那有五十来岁 说我这么带俩人 找你爸爸来看病来了 还帮着给掐算掐算 说那可不行 我爸爸这两天呢 在家里头闭关的 不见人 说那你 这大老远来的 你得给看看呢 他说那样吧 我刚从楼上下来 我爸就算出来了 就说呀 得有两个病人来找他看病了 说这老太太 你外地来了吧 我爸爸刚才告诉我了 说你呀 是给你儿子 给你孙子 看着白天风的 而且你家最近不顺 总破财 对不对 哎呦那外地老太太 这大师真灵啊 说那么怎么办呢 说你那样 埋我们这药 吃了就没事了 白天风就好了 你儿媳妇破财那事呢 那么办 你呀拿点钱 不要你钱啊 在我爹屋里边 有一个神 神像 在这绕一圈 给开个光 就等于给神仙送礼了 回头这个灾就解了 哎 这老太太千万万千 从兜拿出一袋钱 我等着你啊 你把药给我拿出来 这样他这个 所说这李大师的儿子 拿这钱 进屋里来 不一会儿出来了 把药也给拿出来了 这个是开光的钱给你 这个是药钱啊 五百多啊 给你 把药给他了 李大师能掐会算 不仅算出了患者的人数 还算出了患者的来路 并指引儿子来接洽 买药开光 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这背后 真的就没什么不妥吗 李老太太 又是怎么被骗的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回头再看李老太太 你也是来看病的 那天我 我儿子有点怎么治啊 他说你是 我爸爸说了 你不光给你儿子看病 你这儿子啊 最近弄不好 有血光之灾 因为他干的活非常危险 这一下子说到这老太太心里 李老太太一尊可不是吗 我儿子干刑警的 说那怎么办呢 同样 拿钱在神的绕一圈 给开光 这事就解了 老太太一看呢 这这 我得多少钱呢 不用你拿五千块钱吧 我我我回家拿去 你回去吧 哎那边那俩人 哎那个外地来的老娘妇女 千恩万谢 滴着药走了 这老太太回家 拿了五千块钱 到这来一看呢 就生他老头的儿子在那等着 李大师的儿子在那等着 拿这钱 说你等会啊 我上楼呢 给你开下光 哎这个过程我跟你说 也不能白给你弄 收你二百块钱 然后呢下楼呢 我把剩这四千八再给你 是吧 好好好 老太太在这等着 眼看他进楼里 这李老太太不是没心眼 你这楼里头 这都住户的 他真进里头 他要不出来 我也没事 我能堵着他 我站着等他不就完了吗 再说这 那个中年妇女都说 这李大师在这 一打听就能打听着 哎 老太太在等着 一等 等两三个点都没见出来 老太太进楼里 一看可坏了 怎么的 他这楼有后门 从这边上去 那时候能出去 再跟周围的邻居 叔叔一打听 哪有个李大师 从来就没听说过 怎么回事呢 那个中年妇女 再加上那外地的老年妇女 和这个 所谓李大师的儿子 这都是骗子 他们仨合伙 骗着老太太 说这大师 怎么能知道这事呢 那还用说吗 你这边告诉了 那头人早就手机短信 或者电话什么 告诉屋里边了 人就知道你这信息了 你儿子是干警察 怎么怎么的 在道上早把信息避过去 所以你看这个呢 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比较常见的一种骗局 而且这种骗局呢 往往是针对中老年人 往往呢 你看你在小区里头呢 天天在这转悠溜达 也不是说是有工作的人 退了休了 或者闲着 哎 他来骗你了 那么这样的骗局呢 他往往抓准了你一种心态 或者给亲人治病 或者家里头 你说谁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谁家里都没点事 往往他有的时候通过跟你聊天 就把你家里你最关心的事给套出来了 他通过这个又算命又什么的 弄定你心里头 就把你家里都没关心的事给套出来了